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如果有人帮你送回昂贵的一失误 你愿意花多少钱筹切对方呢 一名网友在脸书上扬言投诉计程车司机 因为该网友手机不顺掉在车内 司机将手机送到后 跟他索取了100元 让他认为遭勒索 气到直呼太恶劣 但他的行径被分享至爆料公社后 反倒引来网友打脸 呛他根本是傲客 一名女网友在脸书社团爆料公社指出 一名网友向大众询问 请问有人知道55688的投诉专线吗 起因于该名网友不顺将手机落在车上 打电话回去请司机送来后 司机表明因为是特地绕过来的 因此必须索取100元 该网友气算表示 我马上打电话去追就走远了嘛 太夸张 似乎怀疑司机故意骗他 最后气愤公布叫车代号 而转贴此文的网友则不可置信地表示 觉得很傻眼 这么现在人都当别人帮他是应该的 并表示以前掉皮夹 还会包红包 答谢石火归还的热心民众 不少网友也纷纷留言 有一次我老公也是喝醉了手机 给他这样就不用给100元了 这种垃圾客人 手机丢路边就可以了